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剛才出席了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在答問過程當中竟然間連番失言 現在我們逐一看看到底林鄭在立法會當中說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當蔣麗雲議員問到他 怎樣可以令年輕人相信 2047年之後一國兩制依然存在 林鄭竟然這樣回答 他說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的實踐 就會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2047年之後不會改變 順利一成雙目失明 首先這是你純粹林鄭的個人信念 而到底林鄭的可信程度有多高 過去的大半年香港人全部都領教過了 而你的民望竟然可以長期徘徊在15至25分區間 你到底有什麼可信性 叫市民相信 相信誰 到了2047年的時候 一早就已經換班了 你下台了 一個法治的社會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法律的文本 白紙黑字寫清楚 就不是說個信字是不是 喂 基本法第五條是寫得很清楚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年不變 基本法就寫得很清楚 只有50年就不變 第50年之後怎樣 是留了一個空白在這裡 是留了一條很大的尾巴 這樣的話就非常嚴重 到時候他就怎樣都可以 他就為所欲為 為什麼不是在法律文本上寫得很清楚 2047年之後香港到底是實行一些什麼制度 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任他作主都可以 這個不是說個信字的問題 正正因為你和你所代表的那個政權 是不可信 而且不是說一次半次 而是長期以來幾十年之間的東西 承諾了的東西都可以不做 不去實踐 是這一種程度的不可信 包括中英聯合聲明 現在竟然可以當作歷史文件 說什麼呢 信哪個好 信你 你2047年都不在 777 你都已經死了 到時候 說話叫人信你 怎麼信你 還有他就說到一件事 請年輕人要珍惜一國兩制 不要破壞 否則他們今天自己擔心會出現的情況 可能是由他們一手造成 這件事你就說得非以上之離譜 你竟然可以毀過於人 賭果為恩 就把2047年之後的情況 你把那些青年人身上 你是不是瘋了 究竟是誰承諾了在基本法裏頭 第45條和第68條 說得很清楚 就是會說有這個行政長官的普選 和立法會的普選 現在特別行政區已經成立了超過23年 到底你什麼時候才會兌現 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 寫得非常清楚的承諾 是不是 中英聯合聲明你說它是歷史文件 基本法是不是歷史文件 現在市民就是非常擔心 到底到了2047年6月30日以後 香港基本法會不會都成為另一部的歷史文件 市民有這樣的擔心是非常正常的 白紙黑字寫出來承諾的東西都可以不做 更何況是流白了的東西 完全沒有提及過的東西 為什麼市民不可以提出這樣的質疑 而要相信你林鄭 行穩致遠 行穩致遠 麻煩你先兌現承諾 答應了的事都不做 新商普選 什麼時候有 然後楊岳橋就問他關於警察暴力的問題 就說他對於警暴 視而不見 林鄭怎麼回答 就真的離譜了 他就說不接受有人形容香港在處理這場持續了七個月的動盪 是出現了警暴 他們看到警隊日以繼夜維持香港治安 警隊是一個執法機關 如果沒有人犯法 警隊又怎麼會執法呢 面對出現的越來越多暴力行為 警方必須以最低和合適的武力更加嚴厲的執法回應 你說這些說話 你是不是普新救火用火水用電油來救火啊林鄭 怎麼會說出這些說話的 你不單是眼橫而且是深橫 你連警察暴力的行為你都不承認 這些擺明就已經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了 多少個媒體的鏡頭影著 你竟然還可以在立法會那裡唐而王之地否認警暴的問題 又說有人犯法才執法 真是好笑 很多無辜的市民走過就被你濫打濫暴濫告 這些就是你們所謂執法的行為 什麼法律 為什麼當時 朱經緯警司和七警案的時候 他們的行為為之犯法 為什麼現在走過打到那些年輕人 頭破血流 都不夠 還要在他的傷口上噴射胡椒噴霧 讓他承受這些不必要的痛楚 到底你在做什麼 這些是不是濫打 這些是不是合適的武力 這些是不是執法的行為 你告訴市民 你說沒有警暴 你是不是瘋了 還有 現在就不只濫打 還有濫暴 前後包抄將你幾百人全部 就是不准離開 困住他 然後就上旅遊大包 運回去警署 運你48個小時 才讓你保釋 這些是什麼行為 這些是不是濫暴 拉回去之後還不要緊 安個莫須有罪名 律政司竟然間就是不做很把關的工作 有理沒理就配合警察的所謂止暴制亂 然後就全部都被上庭告 告的又怎麼樣 到上庭的時候 控方說證據不足 就當庭放人 那個市民真是陰慧了 承受了那麼多的精神壓力 小時候有些要還押 就算不還押 整天又要擔保 這些事情 怎麼算 這些就是你為之所謂維持治安 就是叫做有人犯法 才是執法 那麼你警察犯法又怎麼樣 警察通系 有例不依 然後走過濫打 這些是不是犯法行為 為什麼沒有人去執法 沒有人去制衡 林鄭去了哪裡 都離了大譜 你說這些白癡說話 你還說見不到警暴行為 如果是這樣就好 麻煩你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既然你都身無屎了 你都否定這個警暴的存在 那就不怕拿出來查 是不是 查一查他 告訴市民 經過你那個什麼大法官 那個德高望重的偉人 查完之後 是證實得到 這個警察是暴力 是不存在的 你找一個這樣的人出來幫你查吧 是不是 為什麼不查 查又不敢查 一旦自己在那裡說 自言其說 有沒有人相信你才行 藍絲也不相信 沒有警察暴力 藍絲也說打得好 也不會否認有警察暴力 你老美真是離譜 廢人真是 林鄭又怎麼說呢 他一回應 這個 尹兆堅的時候 他就說 從來都沒有 亦都不會敵視那些青年人 他說他本人 非常愛護青年人 在施政報告裡面 為青年提出了很多措施 你那些愛護青年人的辦法 就是默許 和受益 那些香港警察 去濫打濫捕 是不是 就是開一個新屋 即是他扣留中心出來 安排了那些年輕人進去 打到骨折 這就是你愛護年青人的方法 或者就走過歐兩棍 甚至現在還賤到 別人走到那個店舖拍照 就弄兩件便衣出來 就說他侵犯私隱 一會兒又說他的電筒照射 又說他襲警 這些就是人家愛護青年人的方法 林鄭 你不要笑死人 你愛護青年人 這樣來都愛護的 難怪阿基諾三世說他笑 就代表他憤怒 你和他一單單 就告訴你 這些人真是 簡直都不知愧恥 還有一些建制派的人都問到他一些事 比如說這個何啟明就問他 為什麼不在這個區議會選舉之前 推出的那些所謂十大紓困措施 很明顯林鄭搞這些措施出來 就是台灣人所說的政策買票 就拿來收買人心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讓他分化得到 不過我想你今天聽完他說這些廢話之後 又或者否定這個警察是有暴力的行為 或者就說青年擔心2047年之後 一國一制就是自己造成 他講完這些話之後 我想大家都不會落答 不過就告訴大家 根本上就是政策買票 就是收買人心 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青年那些不理你了 中年那些走感大半 你就想馬實那些就是長者 有沒有人落答才行 有沒有人會轉軚才行 純粹因為你那兩元 扔給你也不止了 你給個黑衣 大陸的黑衣 在沙田排頭村 都給五個水 林鄭 兩元踏斜腦尾 真是 然後容凱恩又怎樣呢 就質疑他 為什麼在這個反送中的運動當中 那麼多個風波 沒有人需要文澤下台的 問得不錯 林鄭最應該帶來這個律政司 和這個保安局長 加警務署長 一起辭職 說那麼多話 然後他又建議 現在那些文澤官員可以訪後2003年的時候 董建華的班子一樣 就做些什麼 就叫他們 自願去削減薪酬一成 當然林鄭就 理你也有味 人家在鬥四十幾萬一個月 你叫他削減四萬幾元人工一個月 喂 我們多少普通市民打工子女 做兩個月都未必有 四萬幾元是不是 你叫他削減一成 你真是慘了 結果他忽育出來 他現在已經被人千夫所指 已經是圍湊萬年了 他唯一的渣拿就是什麼 就是繼續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拿錢 出糧 每個月都打暴 做些什麼 是不是 他就做滿這一屆的任期為止 你還叫他削減薪酬 他怎麼會理你 是不是 要不下台 要不就 還削減薪酬 還想九年殘喘 收檔 這些人要 離了大譜 你真是不應該上去這個立法會 說這些說話 林鄭是不是 不說 說小句 是不是會死的 是不是 以為自己好打得 我覺得現在的局勢 局勢剩下了 是不是 那些所謂相對激進的示威行為 減少了一些 你就馬上是鬆無鬆翼 博嘴博蝕 這些人哪有質素 做這個行政長官 下台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